HELLO 各位好,我是卡洛斯 介紹了創想的3D打印機已經有一段時間 也跟大家分析過很多打印方法 或者材料的運用等等 很多朋友用了打印機一段時間 打印機就出現了問題 一般小問題是噴嘴塞了 或者接線鬆了,感應器壞了等等 可能一般用家都懂得自己如何更換零件 但你知不知道一般打印機最複雜是壞了什麼呢? 就是壞了主機板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和大家說一下如何更換主機板 今天我們用來示範的是銷售V2這部機 如果真的主機板壞了 只要你更換一塊新的主機板上 整部機就變成新的一樣 所以基本上合懂更換主機板 一部的3D打印機 基本上可以無限復活 我們先來看看如何拆開主控機 凡乎CR系列都是分體式 而主控機的底部一定有幾口螺絲 先用10折螺絲批把這些螺絲轉開 但如果大家用的是N3系列 這個部分就會與機身連成一體 那就要反轉耳機來拆 打開底蓋之後 你見到很明顯在底部有個電源供應器 而它旁邊是有螺絲的 用六角時拆開這兩顆螺絲 就可以把電源供應器拆開 電源供應器拆開 電源供應器後 你會很清楚看到主控板 裝在機殼內 而主控板和機殼相連 只有SD卡插口 和USB插口 在這個時候 最好打開一下 你剛剛買回來的主控板 究竟有沒有買錯 方法很簡單 打開它 對下新舊兩塊板 是不是一樣樣就煎 好,我們一起來看看 主控板上究竟有什麼插口 一排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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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溫度檢測的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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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控板 用四角角螺絲 安裝 四顆 拆開 小心 慢慢拆開 看到有地方有索帶 把電線 把電線都關掉 現在就很清楚看到主控板的版本 是Version 2.5.2 即是沒有買錯 所以現在要做的 就是把舊版上的所有摺線 移植去新版 我們先拆了兩個顯示器的插口 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一邊拆一條 一邊插到新版 包梅插錯 現在把兩塊板並排看一看 把每一個插頭 由舊版拆出來 插到新版 現在我移植的 就是暴進摩打的插口 為CR10V2來說 暴進摩打總共有五個 但Ander-3 只有四個 主要因為CR系列 Z軸是用雙摩打的 當摩打那邊處理完之後 之後就可以先處理電源 電源 你看到有兩對紅黑線 一對就是供應電源 一對就是把電給熱藏 用一支螺絲批 從舊版拆出來 跟一模一樣的 裝回到新版 這些過程一定不能搞錯 搞錯了 不單止不動 還會燒了機器 之後Johnny 就很快地把限位的插 以至於熱藏的感應插 都一一從舊版 移植到新版 現在值得一提 就是舊版上所有的插 為了避免搬運的時候 鬆脫都落了熱溶膠 所以拔出來的 要小心把熱溶膠除去 而插過了新版之後 如果你都有機會搬運機器 都要落熱溶膠去保護 接著剩下最後 就是這條 插入D11針口的線 聽說是如留給BLTouch用的 根據客戶所說 不是所有的線都有用 但是插好它是包無需的 插好線之後 將一切還原 包括裝好主控板 電源供應器 抵蓋 以至於把主控器接駁好 整個維修過程就完成了 經過了今天這麼詳細的講解 令大家連3D打印機 最不會被用家觸碰到的地方 都會觸碰到 以後 3D打印機 遇到有什麼問題呢 根本就不需要寄回廠維修 只要自己訂配件回來 硬件沒有壞到 基本上就可以無限復活了 希望今天有講解可以幫助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請來關注點贊和轉發 再見 拜拜